瑞士工业巨头ABB集团将在上海康桥投资1.5亿美元 兴建一座棋全球最大最先进最具柔性的机器人超级工厂 该工厂将于2019年6月破土动工 2020年底投入运营 近日中兴社记者随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上海型 来到ABB康桥机器人工厂 在展示车间记者看到 一台名为优密的机器人着实引人注目 据了解它是世界上第一款真正实现人机协作的双臂机器人 其名字来源于UNME你和我 优密是集柔性机械手净料系统 基于相机的弓箭定位系统 以及尖端运动控制系统与一体的机械臂 能实现与人类安全无间的合作 它想表达的意义就是区别于传统的工业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可以在没有任何围栏 跟人没有任何物理隔绝的情况下 跟人安全的一起肩并肩或者面对面的工作 它当时设计出来 主要是为了电子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精密装配 这样的一个应用而设计出来的 目前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成功应用的案例 除了在精密电子产品的生产上面 其实大家也脑洞大开 开发了很多别的应用 比如说用它来给大家拍照 用它来给大家调咖啡等等等等 据了解ABB于1994年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家合资企业 上海ABB变压器有限公司 此后便拉开了ABB在上海发展的历史 2005年该公司在上海建立了研发基地和生产基地 2009年推出本土研发团队 独立研发生产的第一台ABB历史上的小机器人 这几年来 位于上海浦东的ABB机器人基地 诞生了众多具有画时代意义的产品 对于为何此次将投入1.5亿美元的世界领先项目 选址于上海 ABB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李刚说 上海是人才极具地 同时上海着力打造的营商环境 也让企业吃下了定心丸 在上海我感觉着营商环境非常好 去年我们跟市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之后 我们的这个计刑项目也写入了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 我们也会经常得到政府的很多的支持 除了政府的营商环境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政府也是搭平台 你像上海搞 比如我们张江搞人工智能岛 我们很多的人工智能企业如何和实体经济相结合 上海也在搭这样的一个平台 为我们的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在上海 除了人才优势之外 这个平台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随着上海营商环境的优化升级 ABB将不断在上海扩大业务范围 在2020年 ABB将在上海康桥地区建成全球机器人超级工厂 并投入运营 助力上海建设全球卓越制造基地